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 演员赵丽颖就用一段精彩的演出诠释了什么叫做教科书式吃戏 剧中 赵丽颖饰演的神黎是一位逃婚到人间的女武神 化身凤凰之后意外被林更新饰演的行鱼买到了家中 两人在风景优美的小院里展开了悠然自得又妙去恒生的田园生活 从开始的相看两相咽到逐渐产生心动的感觉 第四集的吃戏更是让这段感情升华到了香如以沫 让观众都狠狠心动了 两人的餐桌上摆了六个盘子 最显眼的就是那盘红烧肉了 本以为是一盘道具 没想到下一秒省离就对它展开了攻击 这可是最后一块肉了 你要是做毁了你可得赔 女主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直接插起一块肉放到嘴边 尤其是 插这个动作 就像一个贪吃的小孩子 简直不要太真实 赵丽颖作为顶流女星 吃戏上真是一点偶像包袱也没有 先在肥瘦相间的部分来一口 然后慢慢咀嚼细细品尝 还不忘用眼神欣赏一下肉质的品香 感受到肉在口中慢慢融化 突然眼睛放光 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看着行云 瞬间幻化生小迷媚 这个男人竟然能做出这么美味的红烧肉 接着肥肉和瘦肉各来一口 一边吃一边露出满意的微笑 哪怕行云在旁边一直看着 也只顾全身心投入到美食中 为了方便下嘴 后面直接把绳子撕掉 大块朵一起来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每一口下去 红烧肉还会留下油脂 真材实料一点也不掺甲 吃到新起时 沈黎一边斜着身子一边开心的对行云说 你以后就当我的厨子吧 碧仓王原来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这么一大块红烧肉 不一会儿功夫就被审理消灭的差不多了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 真香 在女明星竞争激烈的当下 一个个对身材管理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但赵丽颖敢于这么拍吃戏 吃的还是卡路里爆表的红烧肉 足以见得她有多么敬业 当然 这已经不是赵丽颖第一次用吃戏打动观众了 在《知否》中 几十场吃戏赵丽颖全部亲自上阵 甚至一天要拍好几场 但她从来没有装模作样 没有用 假吃 糊弄观众 每一口都实实在在演艺干犯人的精髓 在《风吹半下》中 赵丽颖吃火腿肠的画面也把大家看馋了 恨不得当时就买一根和她一起吃 相比之下 有些流量演员的吃戏简直就是在侮辱智商 有的明星吃东西 为了演出食物很好吃 开始摇头晃脑 五官乱飞 浮夸的演技看着就难受 有的明星吃东西 把食物放到嘴边却一口也没有咬 明明嘴里空空如也 还装出一副很美味的样子 更有神者直接用替身 连吃都懒得吃 当然 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用假吃来蒙混过关 终究逃不过大家的火眼金睛 毕竟演技才是衡量演员的唯一标准 这也是赵丽颖获得大家的认可的根本原因 也希望那些细混子 能端正自己的态度 用实力来维护自己的体面 接下来说 吃饭做做别硬眼 把赵丽颖 刘诗诗 唐烟放一起看 高下立判 如今的娱乐圈 流量为王 不少网友唱摔八十五花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 只要他们有新作品 在小花们的面前 依然是降维打击的存在 流失失的 一念观山 作为他手不复出作品 从开拍到完结 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是他的古装扮相更是直接碾压 唐烟的 繁花 也让他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饰演的汪小姐张扬鲜活 摆脱了之前的 沙白天 形象 赵丽颖的 雨凤行 才首播四集在播出平台站内热度值就破两万八千 可见整部剧都是靠他的人气在支持 然而 同样是八十五花近期的作品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尤其都是演吃戏 把赵丽颖 刘诗诗 唐烟放一起看 差别就出来了 先来看赵丽颖 在 雨凤行 李 赵丽颖饰演的沈丽 吃腻了男主行云准备的桂花糕 便提议买来些肉改善生活 两人去赶集时 行云抢了占卜道士的生意 给凡人算了一挂 结果非常精准 不仅得了人犒赏的两块肉 并且因为打赌赢了食文钱 看到行云准备的大餐 沈丽便用筷子戳中一大块冬坡肉 二话不说就开吃 还有沈丽回到莫苍王府 小先是特意做了一桌子菜请沈丽享用 她也是专挑冬坡肉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 从这两段戏不难看出 为了展现赵丽颖的吃戏 导演给了她几个特写镜头 面对如此肥肉只见她一股脑地往嘴里送 吃得满嘴都是油 再来看刘诗诗 在回归之作 一念观山 中刘诗诗同样也有两场吃戏 只不过吃的不是肉 而是小点心 第一场是任如意藏身宁远舟老宅时 三人在饭桌吃饭 她拿起包子后便一直用手挡住嘴巴慢慢地咀嚼 第二场是任如意跟袁璐坐在马车上的戏 把点心分给袁璐后 任如意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这两场吃播戏 导演同样也给了特写镜头 但跟赵丽颖的大口吃肉相反 刘诗诗则是细嚼慢咽 可能是因为吃得太斯文了 观众看完觉得没有啥食欲感 纷纷觉得刘诗诗吃得有些作作合假 越看越别扭 任如意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朱依卫的身份 又不是规格大小姐 想不明白为啥吃东西一直挡着嘴 不过 也有可能是任如意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环境 与当时心情决定了就要那么吃 不可能大口吃的 最后看唐嫣 作为大导演王家卫的电视剧《处女座》 反花 无论是剧情内容还是演员 都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其中 唐嫣饰演的汪明珠与胡歌饰演的宝总 两人的排骨年糕 革命友情 更是让不少网友磕着对CP 宝总喜欢吃年糕 汪小姐爱排骨 两人每次谈生意时都要吃排骨年糕 这也是她和宝总见面时的标配 汪小姐被举报受惠心里很憋屈 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点了一份年糕排骨 一口一口地把排骨往嘴里送 吃着吃着眼泪和鼻涕忍不住往下流 汪小姐一边大口吃排骨 一边用手擦鼻涕 还有汪小姐被下放到工厂 以身仓库女工的造型跟工人坐在饭桌上 大口地刨着碗里的饭 说到高兴时甚至都直接喷饭了 向来给观众 傻白天 印象的唐嫣 这两场吃戏的演技算是丢掉了自己的偶像包袱 豁得出去赶在镜头前不顾形象吃饭 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唐嫣跟赵丽莹的吃戏 都是大口大口地吃 跟刘诗诗的戏嚼蔓咽相比 在视觉上的 诱惑 就勾得观众直流口水 看着非常有食欲 但说真的 演戏吃东西不应该成了评判演员演技的标准 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职业修养 可惜啊 如今流量为王的娱乐圈 95%的明星都做不到 大家最能做到的就是假吃 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要假吃 难道吃了那么点就能让你胖几斤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